好的,那現在我要來報告我的論文 那今天要報告的主題是 利用複合式加密去尋求可行的同態加密方案 那指導教授是楊振興教授 那研究生是我本人陳怡文 那大綱的話,基本上本研究分為五大章節 序論、文宣探討、研究方法、結果分析以及結論 序論 研究背景 同態加密 我們要先介紹一下同態加密 同態加密在加密狀態下依然可以進行加法或乘法的加密運算 如下例一樣 當A和B相加的結果與AB分別加密得到CACB 然後藉由CACB經由同態加密 特殊運算方法 有些是類似於指數那樣子 兩數相乘等於指數相加 將A和B放在指數的位置 將兩個CACB相乘之後得到的結果 就會變成CACB次 那也會像下面這邊一樣 CA特殊符號CB等於CA和CB的相加 那解密之後就會變成A加B 那再來是講解雲端運算 那這邊的話雲端運算 雲端運算是信貸還蠻流行的一種運算方式 那他們就是使用雲端的方式去進行大數據的運算 那優點和缺點的話 基本上優點就是 雲端運算它所消耗的硬體成本會大幅降低 就我們不用再自己採購設備 那缺點就是可能安全性這方面的話 要看雲端供應商那邊如何去做處置 那安全性可能會稍微比較低一點 也就是不可控的 那傳統的加密方法和同胎加密的運算流程度的話 分別為這樣子 左邊這個是圖1A式傳統加密 明文進行加密後得到密文 密文解密之後再進行運算 運算之後加密回傳密文到本機 那到了本機之後再解密 然後才能得到明文 那這樣子的缺點的話就是 我在雲端那邊還是會公開我的明文 所以這樣變成我們會比較有風險 只要雲端那邊有人去盜取我們明文資料 那就會直接被盜取走了 那同胎加密的好處就是 我們明文加密後 除非回到本機這邊 不然它全程都是在密文的狀態下 文獻探討 那先簡單介紹一下密碼學 密碼學的話主要分成五種特性 機密性、完整性、身份認證、不可否認性 主要是分成四種 那第五種的話是講說 基礎密碼學中它大致上分為兩種加寫密方式 對稱式加密和非對稱式的加密 那常見的加密法的話 除了對稱式加密、非對稱式加密以外 還有進行資料驗證的數位簽章 那數位簽章可以讓我們知道 我們在加密後的資料是否跟原本 加密的資料一樣 就是沒有進行解密、更改 或者是直接填充進一些 其他不屬於原本資料的東西 那本研究中會使用到的主要是 Pallier加密、LGAMAL加密 還有GDN加密 另外還有一個是 AES加密 那這邊的話 等一下會在實驗中看到 那這就是剛剛講到的AES加密 非同胎性的 那研究方法的話 流程我們會將加密方案依據習特性分類分組 將兩筆明文資料通過底下加密 也就是 例如我們先將一筆資料 進行Pallier加密 然後加密過後得到了密文 A 密文C of A 它再去進行第二次加密 使用LGAMAL之類的加密 這就是所謂的D加加密 那加密之後 我們會去驗證 其資料是否仍然保有同胎性 沒有的話 那將進行下一組實驗 那有的話 會將所擁有的同胎性 並記錄一下它所消耗的時長 以及密文文本的長度 並且將它與單一加密時所用的方法 比如說 我將Pallier和LGAMAL 兩個進行 疊加加密 那會分別與Pallier和LGAMAL進行比對 那觀察進行疊加加密後 仍然保有同胎性的方案 它所擁有的特性 根據其特性去簡化其加密流程 再來實驗表的部分 這邊兩個實驗表是 接下來進行實驗過後 所記錄的實驗表分例 那複合式加密的實驗表的話 可以看到我們有分成 對稱式同胎 非對稱式同胎 以及對稱式非同胎 也就是非同胎的方法 那 將 這幾組進行排列組合 去做個別比對之後 出來 有可能的結果 在列入表2 這邊 比如說 假設Pallier和LGAMAL 它可以進行 疊加加密 而且仍然保有同胎性 那會在這裡記錄它的時間長度 以及它的密文長度 以及它的加密特性 結果分析的部分 疊加加密運算 分別將五項實驗進行比較 這五個實驗組 分別為 對稱式同胎 以及對稱式同胎 以及對稱式同胎 也就是 矩陣加密 加矩陣加密 非對稱式同胎 以及非對稱式同胎 加密進行疊加 那這邊的話 由於Pallier的特性 它加密前資料要相加的話 要將加密後的資料相成 因此我們會使用LGAMAL 這個具有稱法同胎性質的東西 去 將Pallier加密後的資料 進行二次加密 這樣的話 我們可以將二次加密後的資料相成 那同時讓Pallier它 一次加密的資料 進行相成 也就是二次加密前 一次加密後 那這樣就變成 我們一次加密的資料相成 等於未加密前的資料相加 那第四組的話 是對稱式同胎加密 和非對稱式 誒?和非同胎的 然後再來最後一組是 非對稱式同胎加密 以及非同胎 也就是Pallier加AES 那根據我們實驗下來之後 我們可以得到下表 對稱式同胎 進行那個 字體 疊加的時候 那Pallier加LGAMAL這邊 得到的加法同胎 可以確定擁有 那LGAMAL跟自己的話 則不能進行同胎疊加 那所以它的成法同胎性質不存在 那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簡單看一下 非同胎的對稱式 無法進行任何同胎 那這邊我們可以注意到一個點 只要是非同胎的東西 它在面對任何組合下 它都無法展現出同胎性質 也就是只要跟非同胎的進行 可非推稱同胎加密 也就是兩個 矩陣加密下 它也只能執行加法同胎 而無法執行成法同胎 那我們就我們所擁有的兩個 可進行疊加加密 並且保有同胎性的東西 與它們所用的單一加密法 進行比對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Panlier加Elegama 它所執行的時間為2127秒 那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知道一件事 由於它所擁有的資料量過大 所以計算時常非常高 而且限制條件也非常多 例如要加密它的話 必須讓兩個名文 都小於它所擁有的指數P 並且 兩者相乘間 它的數值也必須小於P 否則會進行 否則它出來的結果 會是錯誤的 甚至還有可能會無法出現結果 那矩陣加密疊加加密後 它並沒有運算次數上的上限 而且執行時間也很短 唯一缺點就是其安全性較低 那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Panlier Algama它本身的執行時間就偏長 而且也擁有運算次數的上限 受限於加密後的資料長度 那使用到Algama的疊加加密 它理所當然的 時間也非常長 而且擁有次數上限的限制 那Panlier加密的話 它只能進行單次加密 由於它二次加密時 Panlier本身是屬於 將加密後的密文 相乘得到原文的相加 導致它不能用Panlier對自己進行二次加密 必須進行不同加密方式的 組合 也就是 範圍實驗中所舉例的Panlier和Algama 那舉動加密我們可以看到 它原本的計算時長都非常小 而且加密後的運算沒有任何限制 那缺點正如之前所說的 它的安全性較低 更容易被破譯 結論 剛才也有講到 與任何非同態性質的東西做組合 絕不會保有它原本的同態性質 那第二點 使用不同的同態方案 去進行疊加加密時 資料量過大可能會導致 疊加加密有運算支度上的上限 也有可能導致 它運算時間過長 也就是 out of time 那再來的話還有可能 會因為 它的資料量過大 導致運算中 擁有 差錯 出了差錯 使得密文 密文 得到的密文 它並無法 應該說 它得到的密文 將有錯誤 無法 經由解密 得到原本的原文 那乘法的同態 乘法同態的加密 由於它的計算方式特別 所以它的資料非常龐大 而且擁有諸多限制 通常都必須 與其參數、直數 產生相關的限制 不能大於直數啊 不能大於參數啊 或者是 所運算的兩數相乘 不能大於 直數與參數的相乘 之類的 那加密後的資料複雜度更高 但是耗費時長 也過 它耗費時長 也比較 比原本的更長 所以導致它的性價比 比原本的更低 那就變成 疊加加密後的東西 可能不會比原本的好 就是 雖然複雜度夠高 也就是破売程度 破売時間可能會 破売難度會加強 就變更高 那 但是它作為時間成本上的運算 由於它花太多時間 導致整體並不適合 作為 雲端運算使用 畢竟雲端運算 本來它就是需要一個 更 快的 處理 所以 才能 擁有更高的效率 更加的效率 那未來的話 可以嘗試 去保有它原本疊加加密的性質下 讓其運算時長縮短 並提升其運算方式 那這個方式的話 可以利用切割數據去進行運算 那 將一次加密後的密文進行切割運算 並 將其分段二次加密 那 可以使其運算時長縮短 並且 由於它可以分段加密 也就是我可以 將其分散到各個不同的主機上進行加密 那 無法得到完整資料的人 他就 無法得到完整資料 也就無法 破譯我所使用的這則密文 喔 這則密文 那這樣的話 會使其 提高安全性 並且降低其 實踐成本 那這就是 我個人對於 疊加加密 也就是 複合式加密 所帶來的 效益評估 以及 這次實驗結果 雖然這次實驗結果 不盡理想 但是 我們可以知道 這個方法是可行的 唯一的缺點 就是在於 它 因為複雜性變高 時間成本也增加 那就 可能需要 再另外做一些 切割處理啊 或者是其他處理 去縮短其時間 以及它的限制 那我這邊報告就到此結束 感謝各位的聆聽 謝謝 辛苦各位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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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